8月16日上午,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,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护港经济政策研究所,副所长周文港接受了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电话采访。 他告诉记者,香港近期的乱局虽然是政治事件,但背后有许多经济原因,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,香港年轻人收入偏低,向上流动困难,尼特族群体正在增加,不利社会发展。 在采访中,周文港从土地及房屋供应、创新创业、双职家庭、政策解释四个方面,分析了造成此次香港乱局的经济原因,并提出了对策建议。 此次乱局对香港造成了怎样的影响?零售行业遭重创,香港机场名利皆失。 香港是一个旅游天堂,零售对香港经济的贡献,是非常大的。 香港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显示,零售业6月总销货价值为352亿港币,按年下跌6.7%,扣除期间价格变动后,则按年下跌了7.6%,部分行业甚至遭受了双位数的跌幅。 数据显示,2018年,整体进出口空运货值为37000亿港币,平均每日货值为101.6亿港币。 由于黑衣人的占领,机场两天都受到了影响,估计空运货值损失至少达101.6亿港币。 香港是亚洲的空运中心之一,因此,这不只是数字上的损失,更是国际上对香港空运形象、信誉的一种打击,是对香港最严重的影响之一。 此次乱局背后的经济原因是什么? 这次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,但不能排除有一些经济原因,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。 第一,香港年轻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,但是收入不升反跌,出现在值贫穷的现象。 根据数据对比70后的工资,80后的工资不升反跌,他们的压力很大。 比如说,当年可能就是做个普通的大专生,也会有上万块的工资,但是如果他读完了大学后,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等压力,不读大学工资可能会更高。 因此,香港年轻人心里有一种失望、失落,甚至于一种叛逆的心理。 第二,产业基础狭窄,垄断情况普遍,青年向上流动变的困难。 香港的很多民意调查都反映香港年轻人,认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比上一代父母要差很多。 而且他们认为,社会给他们的发展机会不够,向上流动变的困难,影响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观感。 可以说,香港现在在经济上,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 而且从之前的战中,到现在已经四、五年了,情况也没有明显的转变。 第三,香港尼特族群体正在增加,不利社会发展。 香港最暴力的那一群年轻人,往往就是尼特族。 他们常常觉得社会给的资源不够,或者觉得被遗弃。 2015年,香港尼特族人数达5.34万人,占整个青年人口的6.7%。 如果这5万多人,长期处在一个与社会割裂的状态,对整个社会是一种危险。 他们现在可能是对社会最不满的一个群体,他们现在被煽动、被利用。 这是非常可惜的。 我们要找方法去疏解他们,去解决问题。 有声音说,内地多年来对香港打地都是经济牌,这对年轻一代已经无效了。 您怎么看? 内地对香港的支持是全方位的,内地对香港的支持是非常多的。 除了在香港基本法内所规定的中央,对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上拥有管辖权支持以外,香港加入东盟自贸区,至少有两个香港知名人士,成为中国在国际组织的重要代表。 以及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方面,内地都给了香港很多助力。 经济牌在港实际效果如何? 2003年,SARS之后,自由行来港为香港旅游、零售、房地产等带来了不少好处。 但是这些好处,由相关大企业及出租商场的业主得益,不涉及相关行业的民众受益不多,甚至生活成本有所提升。 所以,自由行红利不是普惠的。 同时,也有一些人来钻控子盈利,尤其是那些水货客,令香港一般市民吃不消甚至反感。 这方面,跟香港特区政府的管理不到位有关。 香港实施待遇政治,一些政客为了争取选民,体现自己作为本土派议员的价值。 有意识夸大香港和内地的一些经济合作,可能给香港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,并且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,如在港深边境的上水区、屯门区等不断举行,反对内地游客的示威等,促使这些意识抬头。 今天在香港捣乱的那些人,不少就是受此影响,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? 应重视新媒体的宣传与利用。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,原本就是要为香港的经济总量扩容,尤其是在市场和需求上。 同时,也要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经验促进广东,以致整个南方的进一步发展。 但是,香港一部分反对派人士,却形容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,就是为了取消一国两制。 使内地和香港经济一体化而来,甚至妖魔化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,宣称这会让香港青年人的利益受到损害。 可以说,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的单一问题,而更是与香港特区政府对新媒体的利用跟不上形势变化有关。 同时,相关法力对诽谤,即发放虚假消息的监管,亦跟不上形势发展,导致弊端从生。 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,香港经济应该做哪些调整? 第一,香港肯定需要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,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 我们有句话说土地与房屋是万物之源,也是万业之本。 如果这方面供应长期受到压缩,或者集中在某几个大企业手中,香港经济难以好转。 虽然这方面是最难而且阻力最大的,但是要解决香港经济上真正的深层次矛盾,还是要从这里入手。 第二,进一步大力鼓励香港年轻人创新和创业发展。 香港年轻人,尤其尼特族,他们在很多方面,包括文化创意方面,还是能展现出不错的能力。 如果把能力发挥在创意创业的工作上,他们还是很有前途的。 鼓励香港年轻人创新和创业发展,会令香港产业更加多元化,从而解决青年人向上流动动力不足的问题。 第三,政策上增加对中产,尤其是双职家庭的支援。 双职家庭是指两夫妇,同时需要全职工作的青年家庭。 举个例子,香港医生,一般都是香港高考的尖子,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。 他们读五年大学,毕业后,在公营医院里面工作,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,每天要工作15、16个小时。 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出来挂牌,租一个商场店铺来经营,可能赚30万,但要交10、20万的租金。 盈利还要和商场业主分成,他们剩下没多少。 个别香港中产阶级的医生,除了春节的年初一至三不开业以外,每天都工作。 周末,晚上都工作。 如果一个中产阶层到了日以继夜,夜以继日都无法过上生活比较安稳,得到充分休息的地步。 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出现了问题,而这种问题,就是租金压力和经营成本太大所造成。 对中产尤其是双职家庭这方面的支援。 在过去的多份行政长官、施政报告中都基本是没有的,香港特区政府需要转变这种观念,大力加强相关政策支持。 第四,特区政府需要提升管制水平,做好更合适的政策解释工作。 公道而论,中央和特区政府,其实对香港社会,尤其在社会福利方面,做了大量工作, 但还是需要运用各种新媒体,用上更加接地气的渠道,来密集解释政策,加强与市民沟通,而不是让反对派来抹黑,妖魔化。 只有这样,特区政府的工作才能更好地见到成果,让一国两制,须向长期的繁荣稳定。 您想对黑衣人说些什么? 韩国和我们一样,受到贸易战的影响。 韩国受到韩日贸易战的影响,而我们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。 我看到韩国青年学生非常爱国,他们谴责安倍晋三经济报复历史恩怨, 更加组织行动来声讨国内的亲日派,让我非常感动。 我希望,可能一时受到一些西方媒体,假消息影响的香港年轻人, 要有反思的能力和勇气,早日回头试案。 行之正道,携起手来一起把香港,把国家搞好。 因为,你们就是香港和国家的未来,只有爱国家,爱香港,爱自己,珍惜羽毛。 大家才会有未来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。 谢谢。